那么2D的Left车销成型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下一个编辑指令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两个2D变成一个3D 比如说一个2D的Shape断面 沿着2D的路径去挤出3D模型 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 等一下我用它的指令是哪一个呢 是Lob的断面混成命令 好,那你要做这个成型之前 我们必须先完成一个2D的路径跟2D的断面 这个都是2D哦,先把它做完 那我们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来,首先呢,我们在前示图 LT按钻W,那你回到前示图这里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径 我们待会路径呢,去画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管径呢 就是这个N字形的这个管径 那我们希望这里是多少呢 给它做,因为我们单位是公分嘛 所以我们给它做800 800公分,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这里长度800 然后它的这里的距离呢 我们宽度的部分给它做400公分好了 单位是公分 OK,那做完之后我们再导圆角 我就这地方给它导一个半径 比如说半径给它导50 半径导50,两侧都一样嘛 所以我写一个乘以二 这个地方不用标注哦 这也要给它导圆角 然后这个的图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路径pass 因为路径它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来做管线嘛 它是一个管线的这个 这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线段 好,那首先呢,在前置图我们怎么做呢 你用矩形按这里 create,然后shape 我们找rectangle命令 空间上指定一点的拖曳 又上了,然后右键结束命令 好,我们在边修面板呢 modify这里 看我们这里那个primator 就是那个参数面板 这个less跟with长跟宽 你按着左键拖曳看看 这个地方应该是指这一段嘛 对,这一段我们给它400 对,它左键两次 然后给它400 enter 好,接下来它的宽度with这个地方呢 左键两次,这边给它800 enter OK,然后corner radius这个地方就给它0了 就不要让它 你不要直接这样子拉啦 为什么,因为直接打的话 你看我如果给它打50 它是四个角落都做50耶 OK,那我们只有局部两个要做嘛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编辑ad sprite之后呢 就是可编辑曲线之后呢 我们再对vertis给它调fait的 就是圆角命令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corner radius这个地方右键给它归零 我们还是只要长跟宽是800对400就可以了 好,那OK之后怎么办呢 怎么给它拆那个点线跟整段曲线呢 我们是不是必须按右键 按滑鼠右键嘛 然后把它转换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convert to convert to转换 convert to adiable sprite 就是adiable sprite 这个地方就是可编辑曲线按它 然后接着你把这个展开 展开之后呢 我们去执行这个segment 同时你就把这个底下这个segment把它选起来 那这条线就不要了 所以按叠叠键就删掉了 OK 但是我们要调整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vertis 同时这个vertis 你会发现你选到的时候呢 它是被子的线端 对不对? 同时轻易把这个点把它选起来 选完之后 我们把它应该四个点都选 四个点都给它选 因为它的被子的效果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corner 所以你按滑鼠右键 然后这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叫corner OK 你给它执行corner 好 然后你做完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般脚点 就不是被子点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两个点选起来 然后执行导圆角 现在目前的做法就是你使用vertis OK之后呢 去执行这个圆角命令 在这里 OK 所以同时你可以把这个点选起来 选起来 然后我们对它左键两次 或者把它圈起来也可以 同时你可以打50 enter 因为就导圆角了 如果你要导大一点也可以 比如说你打100也可以 那再回到上一步 导的不要导 你要回到上一步 把这个圈起来打100 这里 圈起来打100 enter 有没有这样就导下去 我们导100好了 因为太小那个等一下看不清楚 好 那我们现在 这里是 路径 pass 路径怎么样了 就OK了 搞定 OK 那我们再画一个断面 我们现在断面做简单一点 我们做一个这个圆形 这个圆形 OK 那它的这个半径呢 我们给它做50好了 给它做50 好 那 如果是OK它的3D呢 我们的路径跟断面呢 跟这个截面呢 必须垂直 可是 那个cdmass的不用 它平行都可以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前视图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待会在这个前视图有没有 front 这个地方呢 团然我们就直接在旁边画 因为 那个cdmass这个软体 它可以让这个 这个路径呢 跟断面在同一个平面上去进行load的方样了 所以团然我们去这个结束mini按它 然后我们再回到创造面板这里 create 我们去执行circle 就按这个圆 来空间上指定一点呢 往上拉伸 放开 然后到边修面板modify 这个地方呢 点两下我们给它打50 Enter 我们就大概像这样了 好 来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这个shave 就是所谓的截面 OK 那就把这个 两个2D做完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3D的状态 你把它切换成3D过来 在这里 好的 这两个 这两个把它搬到旁边 不然会撞到那个杯子 OK 那我们现在的进度 大家看这里 我们现在进度就是 第一个先完成2D的路径 就刚刚那个800x400的路径 搞定 然后再完成2D的截面 就是我们那个半径50的这个 这个圆 circle OK 但是你注意 说这个截面一定要封闭的 什么叫封闭 就像圆这样啊 整个都封起来 你不要做一个破一个洞 因为破一个洞 它这个地方 你待会挤出了这个放样的时候 就沿路径挤出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就不会封闭 那会产生曲面的空心 所以一定要封闭曲线啊 OK 像这样 而且我们上面 我们上这个路径就对 不能破掉 一定要连续线段 连续线段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是不是长这样 对不对 那连续的这样就对了 这是连续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圆的部分呢 它是封闭 有没有 这两个要先吻合这个条件 然后再来 这个路径呢 跟这个截面呢 你把它做完对不对 我们必须把它转成Aliable Sprite 一定要转 不然它没有办法关联 所以呢第三个步骤呢 我们就把它 两个都选起来 然后再直接按右键把它转Aliable Sprite 你转过再转一次 没有关系的 好 OK 所以 我们现在的步骤就是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检查没有问题 就是它这个地方连续线段 这个地方是封闭曲线 你就按滑鼠右键了 直接转Convert True Aliable Sprite 按这里 就转了 也就是说两个都同一个性质 然后你看点这个Ali Sprite 然后点这个Ali Sprite OK 这里要注意哦 它这个 这个独立的哦 你不能够执行Attach 我这边特别写 因为 因为很多同学他就习惯Attach嘛 这里不能Attach 因为Attach就变成只有唯一的Ali Sprite 那你就没有办法 让电脑去判断路径跟断面了嘛 OK啊 所以你不能Attach 也就是说不允许合并啊 这个地方注意啊 千万不要做 OK 不要做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看 来看一下那个笔记啊 看这里 我们刚刚第三步都做完了嘛 检查OK 然后把它转了 好 再来我们要怎么去 放样呢 来我先跟他讲正规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错误在哪边 首先 它是一个 挤出的物件嘛 只不过它沿路径挤出 但是它是两个2D做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找哪个面板 Create面板 创建 然后再来是Garmature 就挤合3D物件 好 选第三个选择 就Compro object 就复合物件 这个复合面板里面 就是通常都把两个2D 变成一个3D的做法 然后我们去执行Loft的断面纹层 请注意一定要先选到这个路径 这是比较正规 那为什么等下来讲 好 来 所以 假设呢 我如果没有选到任何路径 直接下车令可以执行吗 是不可以执行 大家看 它是说放在这个create 就是这个创建面板 然后选第一个geometry 这里 就集合3D面板 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standard privities 这是基础的 你把它下车 把它展开 然后第二个是extended 就是延伸物件 有没有 延伸物件 就是它的standard的延伸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 我们要这个compound objects 就是复合物件 compound objects 复合物件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loft的命令 看到吗 断面混层 有没有 有办法执行吗 没有办法执行 因为你不知道 以谁为基准来放养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一 先选到这个路径 为什么不要先选断面 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选路径1 那选完之后呢 通常我们去执行loft的命令 就是它的第二步骤 OK 然后再执行这个 这地方有个按钮叫做 给定这个截面 get shape OK 所以我们先点到它 点这里 然后你看它这个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去执行loft 也就是说你选路径为基准 那路径就固定不动了 那我们去按loft的指定方向 OK 因为你先选的是路径 对不对 这个pass 这大概混乱了 所以我写一个英文好了 你先选的是pass 然后再去执行断面混乱 放要loft的 OK 接下来你要到底是 你要选的是 get pass 还是get shape 当然不是get pass 因为你选pass 你选路径 你选路径怎么还会再 给定路径呢 自己不能够放自己 所以你应该选的是 get shape 给定断面 因为你是先选路径嘛 所以第三个步骤应该是按get shape 就给定断面 OK 所以就点这里 点它 点下去之后电脑就问你 那你的断面是谁 那我们就点这里 点这个断面 一旦执行的话呢 它这个断面呢 就会沿着路径这样把它长出来了 那一路长到这里 OK 所以你看一下 它就点这里 按左键 有没有 它就这样方向上来了 这样懂意思吗 而且它路径跟断面是关联的 那你做完之后 你要对它按右键结束命令 get shape 按右键结束命令 有没有 图就变这样 好 它有三个物件存在 比如说我现在点这个 点这个物件的 你看 Modify面板 它是一个LOVE的3D物件 而是断面混成物件 它是一个3D的一体成型物件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 我按这个 我按这个 X轴 然后把它拉到右边去 这样就比较清楚 知道吗 所以它的三个物件的分别是 左边的是pass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路径 然后中间这个是shape 就所谓的断面 断面 断面 然后这个就LOVE的 混成 就断面混成物件 也就是说 这两个呢 这两个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你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物件 它是这个概念 而且它们三个是互相关联 因为我们当初已经给它 AliSprite了 好 那我们测量看了 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选 选这个路径 对对 然后这个地方 你把它选Virtes 按Virtes 那你看哦 那我选其中一个点 对 选一个点 然后去执行这个 X轴的移动 那你注意看这里的变化 大家看 是不是跟着关联看到吗 因为它还是LOVE的状态 所以跟着关联 OK 哪怕是你把这个 线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点 Compure按着 在选这个点 这两个点选起来 你也可以对Z轴往下拉 你看 有没有 这个刚选 少选一个来 把这两个点选起来 Compure按着 然后就对Z轴往下拉 你看是不是它都跟着拉长 有没有 就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个可以改 好 然后再来 你看这个圆形有没有 现在为什么选不到呢 有时候说 我在做完 我要改变它的断面 让它关联了 就选不到为什么 因为你还在执行这个 AliSprime 就说 这个地方还在执行 你要先结束这个执行 这个不要做 那也就是说这个结束掉 所以你就点这里 把Vertes这个地方呢 按这里 很多同学会把这个收起来 收起来 然后一直在选择2D 选不到抓狂了 不对 因为它是执行 所以你必须按这个 它这有符号告诉你在执行点 看到吗 所以你必须这个 去把点展开 然后呢去按这个AliSprime 按它 让这个结束掉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完全 结束这个编辑 就Vertes也不编辑了 这时候你再 再去回到这个 点选这个Circle的 这个AliSprime的物件 点它你看到切过来 这样懂意思吗 OK那你可以点这里 然后控制Vertes 我们先控制点 好这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说 断面的部分 虽然是长这样的对 事实上它是 以这个为断面了 也就是说 大家看哦 我现在Alt按着 滚按着把它推到这边来看 我们往下看 有没有 它这个图呢 的大小就是这个大小 那今天如果说 你把这个断面的做个变形 比如说我选上面这个点 选它 选这个点 OK 然后它有四分点 对四分之一个 那个Vertes 你可以对 这个Z轴往上推 你看它就 它就变成这个鸡蛋的造型 有没有 然后导致你这个断面 也是产生产生这样的一个造型 看到吗 都一样的 我现在把新加货打开 Edge Face打开 这很清楚看到吗 就这个图 OK 当然你如果 比如说你如果点这个Z轴往下凹 变成这样 有没有 那你的这个断面呢 它是不是 产生这个形态 那是不是 让你这里呢 产生跟它一样的形态就对了 OK 好 当然这个 特殊造型的管子 比较少做 来现在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再回到上一步 OK 那你如果觉得 因为 你现在整个2D呢 它是不是封闭的吗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模型呢 是实行的 可是如果说你要管后怎么办 那管后 你必须控制什么 你必须控制个 Edge Sprite 里面的Sprite 给它Outline OK 所以你去执行Sprite 命令 然后滑鼠去点这里 点这个整段曲线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那个Sprite 是不是有个Outline命令 对 所以你去执行 它底下 的边修面板 是不是有个叫Outline 偏移图源 就偏移复制的意思 这个 OK你可以给它一个值 比如说假设了 假设我们给它做 这个 好 给它做5公分 按5 看厚一点没关系 按5 对按5的意思是什么 Enter 看到吗 意思是说 从这里呢 从这个边缘呢 往内偏移复制5的意思 那你这个做完之后 跟着观点 你看图就到这里 有没有 它跟着往内偏移复制5 那大家知道2D的感觉吧 2D就是封闭曲线 跟封闭曲线之间呢 它是一个实行 然后里面就空行的 对吧 上这个图 OK 当然你如果调完之后你觉得 这个偏移复制实在是 可以再厚一点 那你有两个方式啊 重做 那不然就给它缩放 比如说我如果点这里 点这里 点里面啊 它变红色 你可以按缩放命令 按缩放 scale OK 那你就对着这个轴 这个这个轴 投影方向的轴 就Z X轴按它 然后往内缩 有没有 你自己看来 这里ZX轴 大家看这 ZX轴 然后往内缩 有没有 他跟着缩有没有 大家看看这个 你可以比对这里跟这里的感觉 这样东西啊 或者用输入F而已啊 OK 那你把它删掉重做 没关系 删掉之后它变得封闭了 所以你可以点这个 这个Sprite 然后这地方你可以输入方式 比如说给它打 这个是好了 Enter 有没有 就像这样 比如说你在模拟 那个混凝土管的厚度 像这样 然后就点一下 你不能再做 因为我们是回路跟回路之间 它是一个死心的 通常会直接选它 然后怎样Outline 再给Outline对吗 那就变得很奇怪 你看我都Outline 点这里 然后往内推 有没有 那就变成 变成这个回路回路之间死心 然后空心 然后有一个大的死心 那图就变这样啊 这个 比较少做了 所以我再把它删掉 点这把删掉 OK 有没有 你可以试试看看 这这一般的这个 放样管类的做法 好 做完之后这个地方 给它结束指令 就那个Ali Sprite 就是命令 没有 就这个图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断面呢 你希望它这个管子的这个直径 外径要比较大 请注意哦 很多同学会点这里 对 点这里 然后呢你没有去执行里面的Sprite 你直接执行外部 外部Aliable Sprite 去执行缩放对吗 按这个Scale不对 因为它只是一个造型的外观的缩放 它没有影响到关联的内部 所以今天如果按Scale 按这个Scale 如果去调这个 比如说调这个 Z跟X 就是说我们调这个走跟这个走 希望这里能够这样放大 OK 你调Zs走这样 然后按着它不放往外推 你会发现它根本 整个Dove的物件没有关联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没有到编辑那个Sprite 里面的关联的这个内部选项 这不对啊 来回到上一步 所以如果你要去调它的这个管 后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按这个Sprite 然后去把这个Sprite把它选起来 让它变红色 看到吗 选到红色 选到红色 选到红色的情况之下呢 突然你去对这个ZX的走 按着左键往上推 它只会跟着缩放 你自己看 有没有 它一根的缩放 看到吗 当然你不要放太大 你放下它会挤在一块 这个地方它就卡在一块 这边会有错误啊 因为它的这个直径呢 跟半径已经大于整个 导圆角的半径60 所以你要自己控制 不要让它挤在一块 OK 像这样 好 这基本练习的LOVE的方向命 大家可以试看看 然后注意 做完一定要空白处点一下 不要选到 然后再结束这个指令 这样才会完全结束掉 好 大家试试看这个LOVE的方向命 你可以试着画一个 你可以试着画一个这样的管类 大家试试一下 试试看 试试看